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紫媛 我信主14年了 一路走来神给我很多的恩典 那我分享前年 主借着三个朋友的提醒 让我安排我的先生做健康检查 发现他肺部长了一颗肿瘤 他平常是不抽烟的人 那手术后确定是癌细胞 感谢主他没有转移 让我身上的生命 不受到死亡的威胁 他手术后恢复也很良好 最终也都很正常 庆祖后我发现我自己的生命 不断地被主更新 神也借着一些环境 来帮助我更多学习依靠他 渐渐地我发现 我的祷告内容 从刚开始跟神求很多的需要 比如说车子 离家近的工作 或者是孩子的学区等 爱我的神 他都应允我的祷告 我的信心不断地增长 圣灵开始带领我 更新我的祷告内容 更多寻求神的旨意 常常问主说 你要我做什么 我愿意去试试看 但是这个过程 我发现我还是有很多 不完全的地方 也有我不想去面对的部分 但是爱我的神 他都非常的清楚我的状况 允许让我很挫折的事情发生 比如说我的儿子 他生国中之后 进入青春期 荷蒙的影响 他的情绪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他的性格开始改变 不太好沟通 一直挑战我跟先生的权威跟底线 浸泡在自己的网络世界里 从小他在教会长大 每天会陪着我一起读经祷告的他 开始不愿意来教会 而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改变 慌了阵脚 我的家庭开始失去了喜乐 每天伴随我的事 跟孩子各式各样的冲突 吵架 情绪的失控 家里的东西都被他破坏 好几次都要擦墙走火 那面临会考的姐姐 心情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先生跟我的想法 开始没有办法合一 我强迫我的孩子 接受医疗的协助 就医医生告诉我们 只有专注力的部分 可以用要改善 对于他的情绪 他的意怒 他的不满 跟想激怒人的行为 完全没有帮助 有一阵子我惊觉他的眼神不对了 我知道仇敌的破坏在我的家中 每天以泪洗面的我 求主可以给我有面对的力量 开始我大量的读经 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开始进食征战祷告 时常在家里抹油 求圣灵充满我 使我不被我孩子的行为激怒 但是我发现我的情绪 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我就会爆炸 这段时间我心里真的很忧伤 儿子的情绪 态度 生活习惯 都非常不好 他的成绩一直在退步 我看见不到这孩子的未来 但是神借着话语提醒我 他说爱我 守我诫命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神问我 你愿意全然交托你所有的一切给我吗 我回应神说我愿意 我愿意放下我所有的一切 包含我对我孩子的担忧 我也不再用世俗的价值观 或是他们的表现来要求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单纯的走入神的命定就好 我两个孩子在国小的时候 就已经受洗成为主的儿女 我相信神会祝福我的孩子 而我继续寻求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 继续的服侍 继续的与人分享主的爱 每当孩子对我又开始乱发脾气翻旧账 不合他的心意 他就咒骂我跟先生去死 起初我们真的很难受 但是我学习马上转向神 不再随他的情绪起舞 我把我心里面的感受 委屈还有苦读都向神请恕 有时候真的被激怒到连讨厌他的心都有 我对他很难饶恕 但是想起神的饶恕是七十个七次 所以就照着主的话选择饶恕 上帝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我们每一个人 而我却看不懂神对我孩子的创造 我也没有办法欣赏他 我不断求神给我属灵的眼睛可以看见 并且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神让我明白他创造的每一个人性格都不同 反应感受也都不同 过去我只想到情能补着 但是渐渐的我发现孩子有差异化的优势 比如说他表达能力很强很会吵架 跟朋友之间有幽默感 还有一些创意的点子 比如说他喜欢拼乐高积木 去用他的巧拼拼一个自己的秘密基地 躲在里面 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二节提到 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 为要得着软弱的人 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子的人 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我开始靠主学习接纳我先生 还有我孩子们所有的想法 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去分别善恶 或者是判断好坏 而是站在他们的角度 理解他们的感受 体谅他们的选择 就像神接纳我一样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得着这个人 只要他们说的没有安全上的疑虑 我都会说好 那常常把我的担忧 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中 继续地安静地等候他们生命的成长 持续地用爱交关这个家 当然也会有爱不下去的时候 我就安静 然后安息地在主里面得着恢复 处理我心里面的感受 并学习体谅彼此再继续地面对 这样的生活过了一年半后 神先翻转我跟先生紧张的关系 让我们更加可以恩慈相待 有一个合一的教养方式 先生他也受洗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开始可以同心为孩子们祝福祷告 也陪着女儿祷告交托他会考的压力 感谢神帮助我的女儿 顺利考上他心中的第一自愿 北一女中 他上高中之后 我把他全然交托在主的手中 他变得非常的喜乐 时常跟我分享他高中的点滴 前阵子他突然进来跟我比了一个爱心 他说妈妈我感谢你 我的同学现在因为选社团 跟父母有很大的冲突 有不舒服的感受 而你们都支持我的选择 我很喜乐 感谢神常常应允我女儿的祷告 时常帮助他 让他面对生活中很大很大的挑战 那感谢主这半年 我的孩子儿子开始改变 以前叫他起床 都会被他的起床器扫到台风尾 又叫不行 让我上班又要迟到 现在我去叫他前 都会先跪在他的床前 穿戴神的军装 按手在他的身上 刺择一切的脚都离开 然后祷告后亲身唤醒他 他比较没有办法 就是比较不会有起床器 可以和平的出门 有时候真的还是比较慢出门 让我差点迟到 他开始会跟我道歉 然后下车前我会为他祝福祷告 有时候他不理我 有时候他会跟我说 祝你今天很平安 迟到的部分我也交托给主 感谢主让我每天都可以找到 收费一天五十块的停车位 让我刚好压线进学校 过去的时候他生气 常常叫我们去死 现在我们可以不带情绪地回他 说我们已经死好多遍了 现在回想起来 我自己的骄傲 我的老我 我的所有的不是 都透过他的提醒都死了 以前我不太能跟他道歉 因为我觉得我是为你好 我是爱你的 我说的都是对的 但是现在我会因为让孩子 有不舒服的感受 甚至一个眼神 我也会跟他道歉 我承认我是个软弱不完全的人 我很需要倚靠神 我发现这样子下来 我们全家人都很喜乐 我儿子的情绪也比以前稳定 虽然还是会生气 但是他比较可以听我们说话 也愿意和我们说话 以前儿子会骂我们去死 下地狱 现在生气的时候会说 你们要去天堂了 感谢主 给我们喜乐的心 去相信神掌权所有的环境 赐下力量 可以面对这艰难的环境 在尼西米记第八章第十节说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你的力量 现在我学会了 福在神允许的环境中 不断地倚靠他 相信他掌权 会有他的旨意 我也不再拿脚踢次 定睛在他的话语里面 被圣灵充满 完全的交托 更多追求神 你要我做什么 成为什么样的母亲 顺服逐每一个带领 靠逐喜乐 不再受环境的人事物影响 神是我家庭安定的力量 喜乐的泉源 虽然经过高山低谷 但是神的恩典够我用 一路陪伴着我 给我力量向前走 我相信这位神 他同样会祝福我儿女的道路 感谢神以及牧者 给我的教导 还有很多为我的家庭 在祷告包含我的母亲 还有支持我的小组 弟兄姐妹 有你们真好 认识神真的是 一生最美好的祝福 欢迎还没有信主的大家 加入神的大家庭 把感谢荣耀都归给主 谢谢大家 牧师师母平安 感谢神 今天就是我要感谢 上帝在我的家庭的一个 一个翻转 然后首先就是 妈妈的一个 给我们儿女们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 我的妈妈 在我很小的时候呢 妈妈的身体不是说很好 然后身上有带着尿管 然后但是在妈妈的身上 让我看见 神奇妙地在妈妈的里面 有一个很坚定的 信靠神的一个力量 然后我的妈妈 就是一个祷告的妈妈 然后就是 常常就是鼓励我们儿女们 常常喜乐 不足祷告 反思谢恩 因为这是在耶稣基督里 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所以这句话是妈妈在小时候 很小的时候 然后就对着我们说这样的话 坚定不移 不论你遇到什么事 那我的家庭呢 是在一个 破碎一个家暴的一个家庭 那爸爸是酗酒 我们是原住民安美族 那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呢 其实在小时候 其实我心里是一个 非常封闭的 虽然很小 然后不曾跟人互动的 常常会跟大自然海边说话 那因着妈妈这样的一个带领 就是不断地就是在 爸爸睡觉的时候 就会带着我们 祷告 小小声的 不要大声 要不然你爸爸会醒来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 跟着妈妈这样祷告 然后妈妈就带着我们读圣经 然后就是这样子成长 那跟妈妈的相处 不是说很长 妈妈在我小的时候就离世了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 就是妈妈就是一个祷告 清早起来就是祷告 读圣经 就会听到妈妈用方言来祷告 虽然我听不懂她在讲什么 但是我就感觉到 每次我看到妈妈就是戴着眼镜 然后看着圣经的那一幕 到现在永远没有忘记过 然后就是感谢神 有一天就是妈妈戴着爸爸的鞋子 然后去了教会 然后我就问妈妈说 妈妈你为什么戴爸爸的鞋子 妈妈说了一句话 你要相信神 你要相信神 我相信你爸爸 有一天一定会悔改新耶稣 这是我在很小的时候 就是妈妈这么样的坚定 我记得那个画面 就是妈妈是非常非常的喜乐 是那个面孔是那么的坚定 说这句话 然后到这么大了 我50岁了 然后我觉得我很感谢 神在这么小都这么大 福老 真的大家要福老 真的是很感谢神 就是神在我们的里面 有一个喜乐和盼望 即便环境是这么样的不堪 这么样的 那时候小时候是惶恐 因为常常就是 爸爸一喝醉 然后就是家里乱七八糟 然后打什么的 但是呢很感谢神 因着耶稣的爱在我们的家庭 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在 就是一个喜乐 就是一个盼望 那就是很感谢神 就是妈妈离世之后 在国中那个时候 爸爸真的改变 那个改变是非常的奇妙 爸爸在喝酒的时候呢 喝那个那一杯酒 然后就没有味道 然后就叫我说 你再去买几瓶 其实我身上有一个就是 爸爸就是计时 你剩五分钟 买酒回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去买酒 就问那个老板说 爸爸说你卖的是 好像过期了 没有味道 然后就是叫你爸爸来 然后所以爸爸也去了 然后爸爸就跟老板 就是有一个理论 你是不是卖假酒给我 没有味道 都是水的味道 然后刚好旁边有一个客人 然后也是 老板就倒一杯 给他 那个酒 就是确定是酒的味道 那爸爸怎么喝 就是一个水 没有味道 然后就是因此这样子 然后爸爸就是 每一次喝 就是没有酒精的味道 抽烟一样 每一次抽 就是没有烟的味道 就这样见见见见 然后就觉得 怎么那么奇怪 然后但是呢 在旁边呢 我们这些儿女们就是 里面就是非常的感谢 我就是省在这个 爸爸的一个改变的过程里面 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 一个工作 然后他正在 爸爸的里面 好像在翻土一样 翻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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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每一次喝就抱怨 每一次抽就抱怨 然后见见见见的 爸爸就是有一天 突然就 问姐姐说 你们什么时候要去教会啊 然后 他就说 他要跟着我们去教会 所以在那个时候 神在爸爸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工作 要改变爸爸的生命 所以 爸爸 妈妈在世的那个 那个坚定不移的信心 然后烙印在我们的 这六个儿女们的里面 一位妈妈给我们的 一个榜样 就是祷告 即便你环境 这么样的恶劣 即便你处境在 这么样的一个 不堪的一个 里头 要紧紧地抓住神 那妈妈常常对我说 有一首歌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多祷告 多有能力 少祷告 少有能力 不祷告 没有能力 祷告主 是我的神 对 就是这样子 多祷告 都有能力 少祷告 就没有能力 所以说 当我们越祷告 我们就越经历上帝 真的是 爸爸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容易 他里面很挣扎 然后但是 神在他里头 做这样的一个 翻转的时候 他愿意来到 神的面前的时候 他就主动 我要受洗 所以妈妈的祷告 很有一个影响力 所以爸爸就受洗了 然后没有多久 他就成了一个 我们乡下台洞的一个长老 老长老 然后到 爸爸到八十几岁 然后渐渐老去 死去了 然后 所以很感谢神 在我们的家中里面 神的一个恩典 恩赴在我们里面 所以 神要我们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 凡事谢恩 真的是不论我们遇到 怎么样的瓶颈 我们真的 常常喜乐 很不容易 而且很不容易 像刚才前面 那个姐妹的分享 他持续的祷告 也是用祷告 拖住他的家庭 拖住他的儿女们 神一定会垂听 那个持续相信 祷告的 可慕 敬畏神的人 谢谢 感谢一切的荣耀 都贵于神 Amen 感谢